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是2022年的6月4号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他们不知道 但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么对于中国的网友来说 我现在的时间是美东时间 所以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网友来说 是六四已经过去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这一天太精彩了 我看到了中国政府 咱们打个比方吧 如果说中国政府是手达两把大锤的标行大汉 一直以来战狼外形是这么表现的 但是在今天 我在各社交媒体上 在各新闻网站上 在全球各种各样的论坛上 我看到的是 中国的形象突然变成了一个娇羞的小妇人 美不美 令说 肯定是不美 但是特别的娇羞 特别的敏感 今天咱们就给大家来聊一聊 中国今天到底有多敏感 可以说中国的砖头的几十年从没见过一个国家能够敏感到这个地步 那浑身都是这一点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得花点时间专门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件一件来说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图片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是地方上有一些物重副车 就偶然误达物重壮重六四事件的 说是一个学校人家通知开会 发了个几十遍通知在网上发不出去 微信群里发不出去 怎么回事 原来人家开会的时间定在了下午就是16点40分 那么你们看这场上也能看到出来 16点40分在计算机里边 这6点4那就肯定是触发了这个中国的G点 于是呢 触发敏感词发不出去 人家人家说说建议改成了16点35分 马上就发出去了 这会也成功开出去了 然后呢 那你想吧 16点40分发不出去 16点35分就能发出来的 那问题就在6和4之间呗 所以这个学校里边很多老师都一脸懵逼 互相纷纷在问说这六四是啥呀 很多人不知道的 你看我中国几十年我都不知道 我是出来以后才知道六四的 这六四是啥呀 完了以后呢 很多老师现在都在查 翻墙查 啥是六四 这个G点宣传啊 简直就是说你不是在封禁这个词 你是在给这个词造热度 当然这还只是一些物重覆车的在网上偶然碰到的小事情 那他都属于小于小家 没有什么影响力 咱们再看下一个 李佳琪 这个人 外国 这个外网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 中国据说是最牛逼的带货人 带货整个中国流量大V 是吧 他的直播间出声了 怎么回事呢 根据相关报道 6月4号晚间 李佳琪的直播间叫零食特卖专场 突然中断 无法进入 有消费者表示 李佳琪在介绍某款咖啡产品时 咖啡突然撒了 随后就直播中断 然后李佳琪通过微博发文说 后台继续够着故障 我们紧急处理 大家稍等 一顿宣传之后 然后晚些时间再发文说 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 大家早点休息等等等等 然后关键是直播的回放也看不了 那么本来我是从来不看这些东西的 但是有网友爆出一张图片 我一看我说 这个绝对是直播间所谓的技术故障的真实原因 你们看这图片 懂的朋友都懂是吧 你们看李佳琪他们包括嘉宾 拿着一个盘子 这盘子里边是用抢活力什么的 做了一个坦克 那这里的朋友专门花点口舌 给一些不知道六四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的8964事件中最著名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叫坦克人的事件 据说在当年有一位勇敢的青年 面对着乘纵队碾压而来的中国镇压 他这个学运的这个坦克车啊 应该是五九式坦克 五九式坦克 开过来 他拎着两段行律就挡血肉之躯啊 挡在这个坦克之前 那就是你要过去从我身上压过去 这份勇气可以说首屈一指 后来这个麦克尔杰克逊在演唱会的时候 专门也弄了一样坦克 就是来回应这位勇士 所以可想让人是这个坦克人啊 当然现在活没活着 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这么多年是杳无音讯 但是这个人在海外 基本上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而且这不分种族 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你说个别年轻人不知道 这咱没得说 所以这个李佳琪直播间出现了坦克 被可能是被怀疑 暗指六四紧急停播 就敏感成这个地步 而且有人说你这是不是太牵强了 不牵强 你知道中国作为专头 作为一个老的这个坦克世界玩家 我是中国第一批坦克世界玩家 最早的那一批 那么当然我现在早就 已经不玩了 国服那个坦克世界环境 也是烂到一个没得说 这个游戏现在出的也特别烂 没得玩了 但是这个坦克世界的公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坦克世界说 从6月2号还不知道几号 到这个6月5号 完美跨过六四 这个不能聊天 不能改名 游戏的这个聊天服务器技术检修 那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坦克人 联想敏感关键词 你们觉得是不是觉得很夸张 对吧 这个敏感到已经 就说像李佳琪这样的人 咱说实在的 我跟你打赌 他绝对不知道六四怎么回事 他绝对不知道坦克人是怎么回事 你信不信吧 就他这每天带货 就是这个沉迷于这个滚滚红尘之间 他哪知道六四啊 对不对 但是你闹着一出之后 其实很快很多人都会知道 包括他李佳琪自己可能也会知道 以后可能在直播里边就不碰坦克了 本来看着挺好玩 关键是这个东西 对吧 有网友在卖的牢 拿鸡块和薯条都能搭出坦克来 你连坦克都要禁止 那这个敏感就 就敏感到不知道哪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 桌子头必须得提一嘴 这个敏感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你敏感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你的弱点 变成了你的破口 所以眼下咱们再来看 台湾外交部就在六四当天 给中国大陆这个破口 是狠狠的捅了一记千年沙 另外还附带了辣椒水和芥末 我们看怎么回事 台湾的外交部 6月4号在官方脸书粉丝团上面 专门用中国大陆用的简体字 写了一封叫做 致中国人民信件 他就提到说 相信中国民众多少都能有感受到 每年到了6月4号这一天 有很多事情不能说 不能讲 不能写 不能问 甚至不能查 所以外交部就喊话 既然你们都用VPN翻墙 看到了我们台湾外交部这段文字 那你就不妨用简体搜一下六四天门 来找找看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有什么讯息被隐藏 又是谁在刻意隐藏信息 说实在观众朋友们 砖头看到这的时候 鼻涕泡不小心又差点笑出来 你知道这个济世感像什么吗 我觉得台湾这外交部也挺逗啊 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海贼王看多了 就跟那个海贼王罗杰在那个开场动画里面说的那样 想要我的财富吗 这个我把他们藏在了伟大航路那个地方去找吧 这一样叫吧 你们想知道中国藏了什么吗 那你们去搜这个财富密码 不是这个什么什么 六四密码 你去网上搜去吧 你就想就这个话 你就怎么说呢 就是这草点意识太多砖头都吐槽不下 你想想一般来说台湾跟大陆那是势不两立 台湾说到什么 大陆都要严正抗议 对不对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江也好 或者是汪文斌也好 有时候华春莹自己亲自出马 俩眼闪的跟那什么东西 开开开开 干伙说 严正抗议你们胡搅蛮缠 然后派军机绕台 一般都是这个操作 但是这个外交部发言这个东西 中国如何回应呢 你外交部你如何来 对吧 义正言辞的推回去呢 你不能提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前面我说的这个 一个东西敏感到了 你捅一下就跳一下 捅两下你就能爽到升天地步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一个敏感点了 而是你的死穴了 咱们看那个哈利波特里边曾经说过 说预言说有一个孩子 这个在什么几月份出生的孩子 将要打败黑魔王 当时伏地魔是选错了 当时预言说的是 你选定哪个孩子 那个孩子就会成为打败你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实际上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哈利波特 还有一个是这个纳威隆巴顿 对吧 这两个孩子 其实哪个都一样 当然我这个举这个例子只是说 中国你把六四这个发生过的这个事件 你不能正视它 你把它当成一个敏感词 敏感到今天这个说坦克不能说 巧克力坦克不能吃 这个坦克世界禁言 地方上发的这些各种通知 跟六和四相关的都发不出去 你敏感到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地步的时候 你就像那个伏地魔一样 你亲自把这个六四 从一个已经发生过去的悲剧 变成了你今天自己的死穴 所以台湾外交部这一刀捅的是真的很 它是不见血的一刀 你们很多人可能还不在意这一点 这个声明大陆无法反驳 无法声明 而且关键是无法回应拥护大陆的这些五毛战狼们 他们的疑问 因为有很多五毛战狼 他也不知道六四怎么回事 关键是他们这些五毛战狼 他们可以翻墙出来怼人 那么他们你难保他们就不会翻墙来查 这六四到底怎么回事 那他查了六四之后 他还是否还会是一个五毛战狼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一刀非常狠 好 那么关于六四的现象 我们暂时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面把深度往下挖一挖 我们想聊一聊它的本质的一些东西 关于谴责 关于抨击 关于这个六四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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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体的话 是相当于一个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一个自动反应 那我们知道当时六四的这个产生的原因 我们就不再多大赘述了 一大堆一大堆的原因 为什么出现这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政府夺了天安四九年 做了天下之后 一系列的事情发展 到后来逐渐开放之后 经济发展 有了利益之后 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 当然我们知道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不能过多的来苛责中共 因为在中共之前的很多朝代 既得利益集团 获得既得利益之后 恒征暴敛 快速的摧毁这个王朝的根基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远的不说 你就说这个李自成打下北京之后 按说都应该算胜利了 但是仅仅很快之后就被赶了出去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一下农民起军 做了天下之后 恒征暴敛 没有维护这个国家的统治基础 和统治根基 导致民怨沸腾 根基不稳 然后就滚蛋了 对吧 这是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说 所以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政权也好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冷眼旁观 不带主观情绪的话 你会发现 中共这个政权 只能在中国的历史上 排到一个中等 甚至中等偏下的 这个执政技巧水平上 这个咱们得客观地说 为什么 你想 你打了天下了 在中国的文化上 你横征暴敛 或者说你去获得额外的价值 其实无可厚非 因为中国这片土地就这样 你指望说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出现像华盛顿这样的 说明明能当国王 能够一统大位 但是人家干八年 自己回家歇着去了 中国这片土地上 就没有这样的人 咱有什么说什么 一个没有信仰的土地上 是不可能诞生出 能够对于权力 有这样的自律和约束的 这样的伟人的 欧洲历史上也没有 对吗 这是必须由信仰催生出来的 当然今天不是主日特辑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 那好 既然如此 那么你捞就捞一点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你捞多了之后 你要给民众留下一些东西 说白了 这个世界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 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 那么你不要捞过戒 当你捞过戒之后 就会有一些声音 在社会上流传出来 那么八九学运 实际上就是这种声音 它的一个具体表现 民众的不满 透过最激进的 最有活力的 还没有被社会 这个铁拳压垮的 这个新生代的 这些学生的声音 反馈出来 就像人生病会发烧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 在一个政权的生命 我们把政权当成一个人的话 是一个政权生命中 一个正常的体现 但是 你看到 八九学运被镇压了 镇压之后 这个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得到遏制了吗 没有 反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 所以你再从八九 再联系到今天 三十三年了 这三十三年 你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变化 可以说如果不是加入WTO 给中国续命的话 中国的社会矛盾 早就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爆发了 现在爆发只不过是一个必然 所以我们不妨给大家打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比如中国历史上 我最不喜欢的朝代是什么 清朝 我最不喜欢清朝 但是你在这一点上 你要佩服 清朝的统治者 比如说人家康熙 给今天的很多政权 打了个好样子 就是说中共的在执政 在整个国家权力的结构体系上 它的手腕 它的功力 还不如清朝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一下 清朝满人 八旗子弟 他们才多少人口 偶然借着内乱 夺了中国的天下之后 它压得下去吗 人口基础不匹配 所以清朝难处第一步 如何靠着少量的八旗子弟 压住汉族的天下 然后反过来第二步 如何防止八旗子弟 快速的腐朽 变质 所以这是清朝的皇帝 头疼的一个难题 当然我们知道 最后八旗的腐化 到了最后的八旗兵 可能更多不能用了 对吧 骑上马都抬不起刀来 当然最后还是腐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靠的是什么 清朝成功的引进了满汉相争 当然这个历史上有不同的教法 我的看法就是满汉相争 满人的大臣和汉人的大臣 共同在这个朝廷里面 一方面相当于团结 给汉人族的大臣以好处 压制他们反抗的决心 另一方面汉人大臣的入朝 带来的学识 带来的统治 中国这些老百姓的经验 也反过来威胁到了满族这些大臣 使他们不敢特别的肆无忌惮的 来躺在这个功勋部上 这个作威作福 所以你看到清朝皇帝的这种权术玩法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 怎么说呢 制造了一个有一定威胁 但是威胁不大的对手 潜在的给这个官员集团 然后让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统治集团逐渐延续下去 人家清朝满族人 这个八旗这些山里 那会儿山里的女真 人家都知道竞争机制 不会把反对的一巴掌全拍死 把它引进进来 那么中国呢 中国没有 是完全一巴掌拍死的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那当然了 不管是清朝了覆灭 还是中国从八九到今天 这中间的历史 还有很多的细节 我没有时间一一给大家来讲述 但是这个道理 我是这样的看法 是这样的总结 它的脉络是这样 大的方向是这样走的 那细节当然还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的观点是说 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 一个政权 它从建立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还是由下而上建立的 其实往往决定了 一个政权的执政水平 和一个政权的存续时间 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存在的长久一些的朝代 无一不是由上层统治建立的 为什么 是人家说 不是说人家的上层有多高 而是因为上层它掌握了治国的规律 它知道有些科文规律不能去违背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服气 你说明朝 明朝怎么是农民起义军建立的 但是你别忘了 明朝是农民建立的没有问题 但是朱元璋他一死 就玩完嗝屁了 对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选定的继承人 被他亲儿子给弄了 那等于是说 他建立的秩序在他死后 直接就崩溃了 是他的儿子燕王 等于是摇身一变 统治了北方那一批的高层 社会上层 又重新把国家疏离了一遍 唐朝 对吧 所谓的反随农民起义 背后都是这些官隆集团 等等例子 我就太多不给你举了 随便举 为什么 治大国若彭小仙 这个例子不用说太多了 对吗 咱们前两天说核酸那个例子 就是这样 核酸现在各地方政府 地方的民间 黄牛已经出来了 上海核酸 说实际上民众自己承担之后 黄牛已经出来了 每天给我钱 你都不用去测去 正常的码直接打到你手上 你查去吧 你怎么查去 大面积的黄牛 所以说这跟当年是一样的 当年埃及 还有哪个国家 忘了 说要消灭老鼠 奖励 一只老鼠或者是什么呢 奖励多少钱 结果鼠灾没有遏制 为什么 因为有人养老鼠 印度灭蛇 灭响尾蛇 一只响尾蛇 奖励多少钱 马上就有人养只响尾蛇 然后当地政府一看 哎呦这样是不行 算了吧 这政令取消了 养的响尾蛇 人一看没无力可图了 全到了 到野外去了 反而蛇更多了 就是一样道理 治大国若烹小先 这些治国的理念和经验 包括咱们前面说的 允许反对派的声音 允许反对的声音等等 这些理念 你是要去遵守的 你不遵守 就像牛顿的定律一样 你不遵守他的定律 你自然在科技上就不行 你就飞不出地球去 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今天中国的清零 这种道行逆施 这种什么所谓的核酸 你看马上报应就来了 马上黄牛就来了 马上糊弄人就来了 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百姓的头上 又多了一道 叫做核酸检测费的额外税收 变成了科捐杂税 压在百姓头上 就这么个事 所以你看看 现在各地方 有一些地方解封地区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 还在穿着那个大白 当然不是每一个穿大白都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人穿着大白 每天还在那儿 哎呀 巡逻 看 还想逮着个人骂两句 这些人是权力的奴隶 当然有很多人骂这些人 确实是 这些人是权力的奴隶 他在短暂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内 尤其上海 两个月的时间里边 他感受到了一辈子没有感受过的权力 现在权力突然退去了 这些人不适应 好了 那关于八九六四呢 咱们今天就漫谈谈到这里 要聊还能聊很多很多 但我估计郭正宏们也没有这个闲心 听我慢慢聊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作为一党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在中国大地上 你不管怎么去掩盖 怎么去屏蔽 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浑身G点的一个特殊的集体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你终究要去证实它 去面对它 你让在中国大陆的人不知道 全世界还有70亿人 人家还会知道 对吗 所以把脑袋捂在沙子里边是没有用的 真实面对中国的问题 才是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 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而不是像五毛粉红一样思考 说谁说六四 谁就是坏人 谁就是黑中国 这种脑残 不配被称为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 你说呢 对吧 好了 那今天的话题就简单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